謝謝主席,我們有請左龍泰院長,那也順帶請郭志輝部長跟彭啓民部長 好,請左院長,兩位部長被寫 萬委員好 院長好 院長,我想最近這幾天,SRF在桃園的爭議,您必定有關心 我想SRF直白的來講,其實它就是一個燒垃圾 只是垃圾經過篩檢分類,破碎在製成發電效率較高的燃料 但是這幾天,這三家SRF廠商進入陶科,這個爭議鬧得沸沸揚揚的 而且引起我們觀音人,桃園人,其實非常的憤怒 我相信這個院長有了解 那這當然是因為在SRF的製成過程當中,跟燃燒發電,都可能會產生空污 而我們政府其實尚未完成配套,也沒有訂定嚴謹的標準跟法規 那麼就強勢的要推 這當然就是因為網顧我們桃園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那當然我們全桃園市民會憤怒,會無法接受 那我想針對SRF燒垃圾不能算是再生能源 那會產生很多的這些污染,我想在這裡我就不再贅述 因為在您身旁這兩位,其實我相信他們有一定的專業,也都是專家 那不過我們來看,這個事情最主要的,今天本期這邊跟您討論就是 中央的態度前後的不一,可以說是欺騙我們觀音人,欺負我們桃園人 我們看到在選前,我們中央是用推薦函的背書指導 那麼讓我們當時的桃園市長,這個鄭文燦,我想鄭市長其實他也不會不顧我們桃園市民反對的聲音 跟觀音人的生命健康 那但是因為中央的一指這個推薦函的背書指導 所以當時桃園市政府地方也採納那專案來准許 可是我們看到在這個選舉期間,中央主動的撤回了這個推薦函 並且還強調,請這個院長稍微聽一下,並且還強調,請桃園市政府本於全責 就進入園區的許可建造使照以及空污排放規範,決定三家SRF廠商入園與否 經濟部尊重市府依法行政的決定,經濟部尊重市府依法行政的這個決定 讓桃園市政府具已撤銷入園申請 這個是當時我們自己經濟部撤銷了你們自己的這個推薦函 那麼我們看到選後就是現在非常遺憾的 那這個經濟部竟然撤銷了我們市府的處分 讓我們的三家SRF廠商敗部復活 我想這個過程我們桃園無法接受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院長 當初為什麼我們經濟部要給三家SRF廠商推薦函,為什麼? 報告委員,因為SRF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對廢棄物處理的方式 我沒有問你方式,我只想請教一下 當時為什麼給他推薦函 大家的認知有不同的角度跟內容 所以當初或許是基於說請地方政府在多考量的過程當中 但是那個函到底發生了什麼行政效果 至少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院長啊,這是兩件事 本行要問的是說那你為什麼要發這個推薦函給他 這個推薦函有沒有效力我們另外再談 但是當時經濟部為什麼要發這個推薦函 經濟部了解嗎?因為 經濟部只是這個推薦 只是推薦,為什麼要推薦 核准權還是在桃園市場 部長為什麼要推薦,我的問題只有為什麼要推薦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能夠解決能源的問題 的一個做法 好啦,你也講得這麼心虛啊,那我再請教一下 既然這麼好,在選舉的時候為什麼要撤回這個推薦函 為什麼? 因為主導權是在桃園市政府 那你之前為什麼要推薦? 你都知道主導權在桃園市政府為什麼要推薦 那推薦以後為什麼要撤回 那又為什麼要撤回 因為決定是這個桃園市政府 如果決定是桃園市政府你就不應該推薦嘛 那你推薦又撤回 選前你這個推薦,選舉的時候你撤回 那麼現在選後喔 那你撤銷了這個桃園市政府的這個決定喔 讓三家敗部復活 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院長跟經濟部 你們的這個態度是什麼? 你們支持SRF這三家廠商進入桃園科那個觀音嗎? 兩點,第一點 經濟部應該對這個新的對廢棄物處理的方式 能夠再做專業上的說明,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應該是桃園市政府應該這樣 他決定的結果之後應該跟民眾 或是跟社會大眾做強而有力的說明 院長,你說這個啊,我同意喔 桃園市政府他會去說明 而且他不斷的在說明 他在地方上跟觀音啊,跟里長 跟這個這個這個觀音的民眾說過非常多次 現在缺的是我們這個經濟部 我們環境部,我們這個行政院 要怎麼樣來跟我們桃園市民做說明啊 那我想喔,其實在您左右 不管是彭部長,不管是我們的這個經濟部的這個郭部長喔 你們兩位啊,其實出入政壇啦 剛剛進入政壇 你們的專業其實大家都很相信 那今天本習要在這邊懷疑的是喔 到底是啊,什麼樣的壓力 讓你們背棄自己的專業 到底是什麼樣的壓力 讓你們啊,做成這樣一個決定 這背後的黑手是什麼喔 我想喔,我要求啦喔,院長 您剛剛說得很好,要溝通 桃園市政府一直在溝通 那本習是希望喔,你今天說清楚你的態度 你是不是支持SRF 那麼有沒有辦法在一個月之內 把相關的這個法規 或者相關的辦法制定嚴謹出來 然後再來三個月內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辦法制定出來之後 我們也到桃園,到觀音 來跟我們的市民做溝通,可以嗎 文報一句話,我們沒有任何的壓力 桃園市政府本於職責 他要去做任何的處理 應該好好的溝通 那至於一些專業上的問題 彭部長容許他說 我想不需要啦,院長 你一直喔,今天在這裡回答 就是說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已經說了 在後續所有的把關他們都會做 但今天非常遺憾是 你中央啊,經濟部先發了這個推薦函 後又撤了推薦函 選前選後態度不一樣 那我想這個是桃園市民啊 無法諒解的啦 所以接下來呢 我想還是希望三個月內 我們要制定相關的這個 更嚴謹的法規標準出來 報告委員其實我們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我們進入下一題喔 這個就是SRF 我上個禮拜去觀賞看的 我們進入下一題喔 中央的態度反覆我們看得非常清楚了 我們希望兩位的專業 不要被政治給抹煞了 我們絕對沒有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院長喔 我想才華法 這非常的重要喔 那兩位部長請回喔 那107年的時候 院長知不知道啊 賴清德總統擔任行政院長時 有承諾要修財政收支劃分法 你們知道嗎 我了解 我們來看一下影帶好不好 要開始來規劃財政收支劃分法 我們希望在明年喔 有機會能夠提出行政院的版本 好 然後跟立法院來討 所以我們 院長有看到嗎喔 那我想喔 七年過去了喔 那當時的這個賴院長 現在也是賴總統喔 財政部在去年的十月就表示說 已經著手在研修了 那在上個禮拜前呢 財委會也審查了各委員提案的版本喔 那我想請教院長 賴總統上任之後 有沒有指示行政院要盡速來推動行政院的版本喔 那來實現他的承諾 目前修法進度到哪裡 現在我們是沒有在針對財法法來做任何的修正內容的討論 但是我知道大院已經有很多的法案 我們這個法案都已經蒐集 我們會針對內容來做比較深入的分析 欸院長所以呢 你是準備讓賴慶德的這個政見跳票是嗎 不是 時空是不一樣的 什麼叫時空背景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推動沒有 政策是延續的 沒有推 當時他是行政院長 沒有推動 現在變成賴總統了 然後你跟我講行政這個時空背景不一樣 我想院長啊 這個當時 委員應該知道推不動的原因很多 垂直分配水平分配都有很大的問題 常常聽您在講垂直分配這個水平分配喔 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在到我們要去克服它嘛 我想財政部去年的十月喔 也說六月二十號發文徵詢地方政府的意見喔 那今年的五月 李慶黃次長也說財政部近期會召集地方政府來溝通意見 再做嘛 但是呢 感覺好像又是推給地方喔 那我們知道上一次財劃法修正已經是二十五年前了 民國八十八年喔 那在修法之前 各級政府的財政這個稅收啊 中央跟地方大概是五十九比四十一喔 可是修法之後 我們看到中央的稅收比例是越來越高喔 那甚至於在一百一十一年高達了七十四趴比二十六趴 這是稅收 可是我們看到各級政府的稅出佔總稅出的比例啊 修法之後中央並沒有因為收入變多而支出也增加 那但是呢地方需要做的事情啊 越來越多也沒有因為收入降低而減少喔 那一樣看到一百一十一年中央地方稅收的進額比例來到了六十一趴比三十九趴喔 院長這意味著什麼事情我覺得值得我們來討論一下 簡單的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今天中央拿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七十四趴喔 那但是你只承擔了這個政府只能分購的六十一趴 可是地方只分了整個稅收的二十六趴 卻要分擔全國三十九趴的一個事物喔 我覺得這個數字非常的簡單嘛 所以也許你會說我有撥補地方 那就特別了奇怪了 那既然常常在撥補地方地方要養中央比息 常常要來要錢 那你有錢你為什麼不自己做 既然要讓地方做 那為什麼不在一開始說做公平的分配院長 就是因為要做公平的分配 那中央也負擔很多的重要的政務 比方說長照啦 這個錢瞻啦 各個縣市的這個軌道工程啊 工件啊 中央都跟地方做了很多的密切的配合 我相信啦但是我認為喔 這個也都落實在地方下面 陳華法還是要來檢討啦 那院長我想喔 就以本席的選區桃園來說 我們人口成長真的非常快速喔 在六度當中我們已經是人口年增率第一了 可是呢我們的統籌分配稅款 卻是六度當中最低的喔 那我覺得而且還不是今年最低 是五年來他都是一直最低的 所以對我們桃園來說非常的不公平啊 桃園因為人口快速成長 所以很多的重大建設也在做 不管綠線捷運鐵路地下化等等都要錢啊 所以我們看到台南喔我就以台南為例啊 不管他的人口上角中央的稅收都是最少的 人口成長率也是倒數第二 但是他分配的這個這個稅收 確實啊我們這個比桃園還要高喔 我想我簡單的用這樣子來看喔 所以我想我們在看到中央稅收 已經連三年是超增了喔 那從110年到112年喔 平均超增都在4000億左右喔 所以我們希望喔 部長跟這個部長跟院長喔 都能夠支持這個修法 來減輕地方財政的一個負擔喔 那最後還有一個這個建議喔 也讓這個院長聽聽看喔 我想今年的4月份喔 16個縣市包含直轄市的財政這個局處首長 我們一起參與了一個財政收視劃分法修正案的共識會議 在這個會議當中有兩個共識 第一個全國稅收的這個比例 他們希望從7比3調到6比4 第二個中央能夠釋出6400億統籌分配款 來給我們地方政府喔 所以院長我想賴清德院長在當院長的時候 有主張現在他是總統了 經過7年了我們也不斷的跟地方政府 跟地方再做一個溝通喔 是不是能夠尊重在這個共識會議上面的大家的決議 各位委員報告我們有注意到您剛剛說的那個討論過程跟結論 那我是覺得往下要去做更精密的這個設計跟分配的時候 我們還要凝聚更多的共識 那這一點財政部有在努力 那個院長凝聚更多的共識 你已經徵集地方還有凝聚共識7年的時間啦 7年了這還不夠嗎還要多久 那沒有代表全部的縣市跟全部都議題 我們請財政部簡單說明一下 委員除了財政部去徵詢各地方政府有關分配指標之外 其實您知道6月5號財委會也舉辦了公聽會 有專家學者也有各地方政府來代表 其實那個意見還是很冷靜 第一個就是 你大概是要把那一天的公聽會又要再講一次喔 我想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個在地方上其實非常有共識 我們希望能夠修法 如果提不出行政院的版本 那你就就我們很多委員提出的版本來做 但是不要拖延不要延宕 因為你延宕拖延 只會讓賴清德總統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開的支票變成芭樂票 所以我希望 我還是要加速去研議啊齁 那接下來 我去中央演示說很大的財源 院長 剛剛本系有講到 為什麼地方很需要經費 以本系的選區來講 我來討論一個鐵路地下化 我想這個鐵路地下化是延宕非常久了 它不只是我們桃園的重大建設 也是全國重大交通建設 那最新的進度跟發報的情況 院長有了解嗎 有 交通部有跟您回報嗎 是 有了解 有了解嗎 好 那我們現在 土建標十八標 發基電標十三標 都還各有八個標 沒有辦法發包 所以我們在看到 原本我們鐵路地下化說 一百一十八年四月要通車 而且這個一百一十八年 已經是延宕再延宕了 到一百一十八年 但現在鐵道局在五月的時候又說 因為路線要從平鎮往南延 一點二公里到台六十六線 還要補環差分析 所以要兩階段通車 可能要延到一百二十二年或一百二十三年 那目前的進度設定百分之三十五 可是實際進度只有三十一趴 設定三十五趴都已經很落後了 但我們還比預定的進度再落後了四趴 那所以院長 現在我們桃園可以說是交通黑暗期 你每延到一天每落後一趴 對我們來說都是苦不堪言 所以現在桃園鐵路地下化通車 還要再延四到五年 是確實的嗎 目前評估是四年 確實的嗎 目前主要是因為他有 只要告訴我是不是四到五年就好 確實是會延期 好我想 另外主要是因為古蹟的一些 但是呢 你說的四到五年其實本席覺得不樂觀 我們要知道喔 這鐵路地下化其實延宕非常久了 那現在要缺工缺料 然後我們延長的部分還要補環差喔 所以我想這個提需要非常來幫忙喔 我們來整合我們交通部還有我們的這個環境部 我們要加快腳步這一點 本席在這裡拜託院長 我們折成這個交通部跟環境部加速相關作業可以嗎 這個我們會請交通部盡速的把它審議完成喔 那再來呢一個非常重要的喔 當然也跟我們財政有關係喔 我們知道近年啦就是通膨啦喔 所以整個工件經費上漲了大概平均二十五趴 所以桃園鐵路地下化目前整個招標的情況 大概平均的溢價一百二十二趴 好一百二十二趴 那我們四月份喔這個交通委員會來本席這個選區考察的時候 也講到一個讓我們真的無法自信啦喔 只是說我們原來喔一千零四十八億的這個經費 已經發爆出去全數用完了 剛剛講到我們的這個進度只有三十一趴錢全部用完了 這太可怕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預估大概還要再七百億的預算 是對的嗎 還要再七百億 目前是有這個 好還要再七百億等於增加我們原預算的六十六趴 等於增加我們原預算的六十六趴 那超過原本總經費一半喔 那原本喔這個經費是前瞻計畫 這個這個預算特別編列的喔 那現在的七百億要從哪裡來 院長 只要是到原計畫 好不再做剛剛部長說的延長啦改變啦 那現在評估是七百億 那七百億現在我們已經沒有 再多的前瞻計畫了 那可能要用到一般的攻堅計畫來處理 而且現在地方也有一個要求 所以院長可以欠喔我們七百億可以到位嗎 呃 這個當然如果我們整個 工程已經進行到一半了 無論如何就是要讓它到位 當年我們最高鐵的態度也是這樣 可以 有您的承諾喔我們就放心喔 那但是呢 因為這次延宕喔 其實中央喔規劃沒有完善 那延宕了工程喔 所以整個成本上漲喔 那原本一千零四十八億的時候 桃園市政府要負擔二十五趴 大概是二十五趴 你這樣講是不公道 對不起部長不要一直插嘴好不好 院長教一下好不好 不要一直插嘴好不好 如果你都不聽問題 你怎麼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院長我們本來 桃園市政府要負擔整個經費的二十五趴 大概是二百五十七億喔 那現在在暴增的這個七百億 對我們桃園來講 如果一樣要負擔二十五趴 是對地方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所以本期希望院長能不能去考慮 多增加這個七百億 中央能吸收 我們就把它吸收 不要造成地方負擔 這個可以帶回去研議嗎 會增加因為剛剛提到說 很多原物料的上漲 很多成本的增加 跟原來的規劃喔 我想不要把它畫成這樣的等號 對我們同仁比較公平 但是未來如何中央地方 共同來把這個路線能夠完成下來 這絕對是一起努力的方向 那經費預算的事項 我想部裡面會再重新的規劃 也請地方能夠跟中央合作 院長本期今天建議的希望帶回去研議喔 那最後一樣是交通的問題喔 我想從去年講到今年 上一屆講到這一屆喔 前一個部長講到這個部長喔 都在談 我們現在國道客運的班次喔 因為司機員很缺乏 那在本期的選區內 不管是九零二三九零零零五等等 好幾條國道這個客運的路線啊 有的要停駛 有的沒有班次 每天早上啊 本期大概六點左右 來立法院的路上 看到一站又一站都排了數十個人 搭不上車啊喔 所以我想喔 這個院長 我們現在缺司機員啊喔 就像我過去講的 TPAS一二零零零上路以後啊 有票沒車的啊 有車沒人開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我們希望院長 能不能上任之後 來幫忙解決一下這個問題喔 我們現在全國客運的這個駕駛喔 大概缺四千人左右 那交通部提出了這個 擴大偵裁方案以後啊 其實後來我們發現啊 這個人數不增反減 還少了一百五十三人喔 那整個啊 我們這個達成的目標喔 就是要 召集這個客運跟遊覽車司機喔 達成率也只有二十九趴 所以呢 北溪在這裡很簡單這一題就是 我們希望再來研議看看 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的客運司機啊 能夠再增加 來到我們的需求數喔 那第二個呢 也希望能不能啊 部長喔 在我們會後一個月內啊 能不能到北溪的辦公室來喔 就我們桃園要跟這個台北 在新北成為一個大生活共同圈喔 我們的交通非常的重要 國道客運喔 怎麼樣增加這個班次 怎麼樣優化它的班次時間 那一個月內 我們有案子之後 請這個部長到我辦公室來說明可以嗎 是 跟我們報告兩個具體 一個是增加本國人司機 交通部很努力 已經增加了兩千七百人 另外移工的 這個工作的家 人員的家 這家呢 我們具有可行性的評估啦 現在會朝這個方向去處理 那希望能夠 這留用移工的問題 來做一個人力的補充 很好 這點我們要來努力啦 好不好喔 那接下來我要再來請教一下喔 我想這個要請衛福部長 邱部長一起喔 院長我想 本席在二月份的時候 兩位部長可以請回 謝謝喔 那本席在二月份的時候 也曾經質詢過說 護理師短缺的問題非常嚴重 那但是我們夜班的這個 加級金的這個 獎勵金的這個制度啊 出來以後 還有三班護備品上路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 應該可以舒緩這樣的一個 這個問題喔 但是實際的調查 跟上週我們看到媒體的頭版 有說 因為護理師荒 醫院在先關床潮喔 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一直還存在喔 啊當然 好像衛福部是有出來 否認說這個關病床潮 沒有那麼嚴重啦喔 好 我們從這個總床數來看 確實沒有太大的變化喔 那但是也沒有太大的改善喔 所以一月到四月 全國病床數從七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床 降為七萬六千六百二十七床 減少了六十九床喔 但是呢 據本席了解喔 而且很真實的 在這個醫療第一線喔 很多的醫院 要不就是機動性調整床位 要不就叫做 暫時性關床 那有的礙於醫院的評鑑喔 所以沒有通報地方的衛生局 所以中央事實上是沒有掌握 這個關床的黑數的 這一點部長同意嗎 我想從官方的數據 你同意我剛剛以上的說法嗎 我應該很了解 了解很好 那所以其實喔 急診室待床的時間 平均在兩到三天以上 或者是手術延後 過我不開刀 甚至於喔 這個護病病造假的問題 其實都有 但是我覺得這一些問題 真的很嚴重 需要趕快來解決喔 那 我們再來看喔 衛福部自己的統計喔 今年的這個一月到四月 護理師職業的人數 從十九萬兩百五十九人 下降到十八萬四百零 十八萬九千四百零三人 少了八百五十六人 剛剛說床位少六十九而已 但是我的人啊 就少了八百多 我們就以啊齁 大業的這個 這個護病比一比十一十三 或十五啊 你怎麼達成啊 你剛剛說沒有關床的部分 沒有人你怎麼開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想謝謝部長喔 部長對於我們第一線醫療 其實蠻清楚的 過去 過去我們也一起在立法院 來做監督喔 所以我們不能只有看冰冷的數字 我們要看醫療現場的狀況啊 所以我想 呃 請教一下這個院長喔 部長 另外還有主記長喔 我們現在喔 政府的政策喔 是不是延續的 當然是 那我們看一下銀帶 來 主記長 去年十月你有說 你們研究我們白天班的 工作繁重加急 所以呢 很棒 這代表你也知道 他們工作繁重 那北西翔請教一下院長 現在這個工作繁重加急 進度到哪裡 什麼時候會給予 現在在演藝中 我是不是請我部長來說 那跟委員報告齁 那繁重加急的 工作繁重加急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正在規劃設計 我預計大概在下半年 就可以開始實施 下半年一定會做嗎 會 會 一定會 會 好很好 當時我就大大的稱讚 我們陳建仁院長 跟學院院次部長喔 好 但是我們來看喔 夜班獎勵金的三級制的落差 之前我們一起討論過嘛 所以呢 在本席的呼籲 那大家一起喔 來幫忙喔 所以衛福部拉近了喔 我覺得這非常好 基層的這個護理師 大家都覺得很棒喔 那值得肯定 那但是剛剛我們也看到了喔 我們關於我們白班護理師的工作繁重加急 因為我們也知道其實白班的事情也非常的多 很多人不是不願意值夜班不是怕累 而是有時候他有家庭要顧 不得已喔 那但是你現在夜班啦 變成有這個工作繁重加急 白班沒有其實是不對的 你可以有落差但是不能沒有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政策如果是延續的 之前我們曾經這個院長 跟學院部長也說要做嘛喔 所以現在已經下半年了 不曉得院長跟部長 現在我們關於白班護理師的工作繁重加急 我們進度到哪裡了 是包括三班護病筆達成醫院的獎勵 跟繁重加急 白班和繁重加急 這兩項都已經是為了不積極在檢討跟處理當中了 那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發 因為這個要牽涉到 大概白班裡面其實也分為好幾種 當然 我們很誠意的會找 護理相關的團體 坐下來 來看看怎麼樣做 來能夠達到大家的期望 那下半年度會來發放白班護理師工作繁重加急 這個承諾會不會跳票 這個我們請衛福部 他一定要跟護理師的團體 去做很好的溝通 再求一個公平的計算 上一次我在這裡質詢的時候 我相信陳建仁院長跟學院部長不是亂答的 他也不是沒有溝通過的 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走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延續的 我們下半年度可不可以兌現這個承諾 我們一定延續政策來做最周全的規劃 好 我想我們要積極啦好不好 那我想不管是我們白班的工作繁重加急 還有 我們有一個三班護備比達標的時候 要給的獎勵 到現在也沒給對不對 所以本席在這裡要求 院長 部長 我們要體恤 我們護理師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要把他們留在 我們這個醫界的第一線 我們要給他更好的保障 讓他們覺得有被重視到 讓他們覺得他們是付出是值得的 所以拜託 我們白班的這個工作繁重加急 跟三班護備比達標的這個獎勵金 在今年的下半年度 一定要做到 三個月之內 能不能跟本席一個答覆 好的這個委員 包括 部長 他在這個臨床工作上面的專業 以及我常識在民間基金會 對護理師的 感謝 我們一起來 往這個方向 一定讓他具體有個結果出來 那三個月之內 一定要把你們準備怎麼做 那一個案子出來好不好 給三個月的時間 在地方溝通很夠了 因為這個是政策延續的 可以嗎 我們請部裡面一定要詳細評估到最後 三個月當中告訴委員一個進度 好 謝謝院長 那最後 一樣本席要來為我們桃園來請命 我想剛才有提過嘛 就是桃園其實是一個人口成長最快速的一個城市 那首先我想要先謝謝我們院長 特別謝謝那個部長 那桃園現行的兩個次醫療區 我們一直在爭取要能夠調整 那這一次衛福部也調整了 我們現在變成三個次醫療區 那另外也謝謝政策是延續的 所以之前行政院核定要補助我們桃園這個 部立醫院規劃新建第二醫療大樓 那這個也核定 這兩件事要謝謝 但是我想院長可能還沒有那麼了解 我們現在部長的第二醫療大樓對我們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桃園的病床比平均每萬人口只有27.47張 一般病床 那麼在這個加護病床也只有2.67張 所以在六度當中倒數第二名 那所以呢 以人口數跟我們病床數無法滿足啊 我們現在醫療的量人啊 那我們又看到現在第二醫療大樓新建 整個總經費高達了85億9672萬 那工程的經費80億 5億要來購買醫療這個儀器 可是行政院只說要補助27億喔 只在這整個工程總經費的31%喔 那所以算一下有高達59億的缺口喔 當然這個之前的衛福部有說要由這個醫療作業基金來支付喔 但是我們非常擔心這會排擠到 部桃各項其他醫療還有相關營運的這個費用喔 所以院長怎麼看這件事 對部桃它是國家很重要的醫療機構 那麼對人力的補充我們已經合頂了 529名的增額在這個人力上面 那至於新建一個醫療大樓 那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中央在財政的考慮上面 一定有一套機制跟地方跟醫院來做合理的分配 那如果都要中央的話 那就是回到剛剛第一次委員所說的 那中央要有能力 就天災地變實際需要公共建設設斧長照等等 中央維持這樣的財政機能力才有辦法處理 所以本席也沒有說這85億全部要中央附 但是如果你只剝補27億 對部桃來講這個壓力太大太沉重了 所以我想這個部長 那絕對是有一個計算的標準 我想所有的相關的醫院大概都補助跟自酬 或者用自己的基金去興建必要的醫療大樓 這個大概都是一指證的慣例 所以我們會跟部長這一邊來看看 部長您現在回答這些其實本席也了解 但是我只是要跟院長講說 沒有錯我們有醫療作業基金 我們有智常性的相關 但是一開始我們其實部長就是拿一筆錢出來 而且之後其實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支出要慢慢地去支出 所以本席是希望這個行政院能夠更支持一點 把這27億把它提高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還有新屋 新屋現在也要做這個第二醫療中心 所以整個加起來將近70億的缺口 而且我們看到以新屋來講 他的這個第二醫療大樓 現在整個發包 就是我們在規劃當中 大概預估每一瓶大概25.3萬來做 可是呢我們來看苗栗醫院現在在辦集中這醫療大樓的擴建 每一瓶大概就要到28萬了 所以呢我相信這個缺口 整體的經費真的缺口其實還會更高的 所以院長在這邊我要拜託您 但我也要請求我們的部長來自於我們醫界 知道部立桃園院對全國對桃園的重要 那能夠在這一次第二醫療大樓你核准了 我們桃園人非常的感謝 但是呢能夠加速這個第二醫療大樓的成立 所以經費補助很重要 那是不是能夠啊 對於我們成立以後 桃園那個多400床病床 新屋多300床病床 所以27億的錢真的不夠 拜託院長能夠給部長更多的支持好嗎 中央一定在現有的財政機制底下 以考慮地方發展 好 謝謝